孕育产业名人著称的北科大向来以工业科系为出名 不过今年第一届的文化事业发展系 17组的毕业作品 像是海洋背包客 儿童教育民间生活等等 多元化的题材让人看到了八年级新生代 用他们的角度去勾勒出未来的文创形样貌 由于群喜爱海洋文化的爱好者发起独木舟环岛计划 从基隆富贵角出发沿着台湾海峡南下航行六个海域 而眼前这位就读北科大文化系的朱磊 就是海洋背包客的成员之一 而他的毕业论文就是亲手打造一艘仿骨的独木舟 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属于台湾独有的航海之梦 半世纪以前有个人类学家叫做海尔达尔 那他就是利用一艘仿骨船从南美洲到了太平洋的一个岛屿 那对他来说海洋不是隔阂 是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 那我就是希望可以学习他这样的精神 然后去自己坐一艘船 然后自己出海 想要创造出属于台湾特有文化的 还有这一群北科大的女学生 以台湾名经故事七兄弟作为取材 创作儿童绘本 徽章不见了 主角小薇在寻找台湾云报徽章的同时 遇到了七兄弟一连串探索勇气的故事 更特别搭配DVD有声书和周边的商品 打造台湾原创的亲子儿童故事 因为现在国内的小朋友都是看国外迪士尼动画 或是格林童话 然后比较属于西方文化故事 然后就想说 如果说我们自身文化故事的话 有没有是什么可以讲述给自己的下一代 自己的小朋友这样 然后所以才会先想到台湾名间故事 然后所以是借由台湾名间故事 然后去改变它 然后带给小朋友一些新的寓意 北科大文化系第一届毕业生 一共17组作品 从纸扎师傅的传统艺术 到儿童教育 故事创作与民间生活等题材 十分多元化 也让人看到八年级新生代 勾勒出未来的文创新风貌 中佳台湾新闻你一如采访不到 在澳民间手起来 chief 小猿 小猿 中佳